男孩只有18岁 却长着一张61岁的老脸 每天都会遭受同学霸凌 这天他实在忍无可忍 但却遭到了更猛烈的殴打 放学后他趁着校罢落单 操起一根拖不敢疯狂报复 男孩因此被学校开除 几天后 首尔一黑老大被杀手捅死 监控显示行凶者身材矮小 年龄在60到106岁之间 法医在死者指甲凤里发现皮肉组织 经检测 里面全是村 一点脂肪都没挠下来 根本做不了DNA 没多久 相似的案子再度发生 首尔的黑老二也让人被捅 凶手杀人手法愈发成熟 一刀就扎爆了膀胱 随后男人抛出手机 不停发送信息 此时法医刚太产生疑问 上了年纪的人打字速度一般都很慢 难道这个杀手指不容 刚太查询大量资料 最终确定凶手患有脂肪萎缩症 照片里的女孩满脸者 可她实际年龄只有13岁 人的脂肪一旦萎缩 皮肤也会搭了 因此看上去很显老 死者之所以挠了一指甲死皮 就是因为凶手脂肪早已萎缩 这种病例很稀少 整个韩国也没几个 警方很快便根据就诊记录 查到了凶手身份 医生表示 男孩名叫金科拉 年龄只有18 他预约了下午3点的面诊 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就这样 警方在医院设下埋伏 时间一到 金科拉准时出现 可此时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随后整个人都变得谨慎了起来 还没等警察反应 男孩便把腿就跑 警方一路狂追 18岁小伙子的体力真不得了 不一会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警方根据信息找到男孩家里 但里面早已空无一人 几人拉开房间暗门 里面却有一个8岁左右的女孩 专家对女孩进行鉴定 发现她患上了理解性失忆 根本不记得自己是谁 发生过什么 没办法 女孩只能寄养在法医宿舍 等待恢复记忆 白天 法医刚太思考工作 女孩就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 可注意她的姿势和表情 怎么看都透露着一丝补怪 这天 女孩趁着四下无人 偷偷离开宿舍 被发现后 她就说去买东西临吃 她奔向走廊慌忙按下按钮 可电梯里 一位女警正把脸严肃地等了她 审讯室里的女孩楚楚可怜 问叔叔阿姨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刚太绷不住了 别给那儿装了 你的秘密我们都知道了 原来刚太通过玩具上的指纹 偷偷查验了她的身份 眼前看似8岁的女孩 女孩实际年龄已经32了 她患有高地人综合征 和电影孤儿院里的女主一样 堪称现实版天山同老 她和金克兰尼老一小 组成了完美的杀人组合 女孩负责锁定目标盯梢放哨 男孩负责执行命令杀人锁命 医院那天 女孩看到埋伏在走廊里的便衣 第一时刻通知男孩快跑 为了拖延时间 她为对方规划了逃跑路线 自己则选择留下 误导警方的办案方向 其实 两人都是不被社会接纳的怪胎 看到男孩饱受欺凌 女孩感同身受 他们杀死的都是坏人 赚钱只是为了治病 恶大的世界 只有两人能够彼此安慰 最终 警方在郊区抓到了在逃的金克拉 女孩为男孩留下一封书信 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地活下去 希望有一天 他们还有机会能重复自由 相互依偎 聊此一生